是的 會不會是因為私家醫院太貴? 我私家醫院我當然不去 為什麼不去? 私家醫院去後派我當然不用去 私家醫院 我又公開醫院看我為什麼要去私家醫院 你回去也是要隔離14天的 才可以到屋門 是 那時候我們不用派對 我真的很好笑 那時候我們不用派對 我現在不用派對 要隔離14天 是呀 是呀 那你現在不做了? 是不做了就這樣做 是嗎? 是是 為什麼不預約過來? 因為我兒子沒有香港身份證 他們不設那些沒有香港身份證的預約 就是我想預約 我知道可以預約 但是我做不到 做不到 我只能夠提早8點就過來排隊 然後他就說要等那邊做完 才做我們這個 我就覺得這個不是很合理 為什麼不合理呢? 就是你就算去那些什麼 警署那裡排隊啊 什麼東西拿醜啊 那都是有一部分醜是現場醜來的 不會說現場的 你就不做著 先等預約的做完才來做現場的 我知道資源是緊張的 比如說你五個人 五個櫃位去處理這些預約 一個櫃位處理我們這些沒有預約的 都叫大家都有個希望 你先在那裡排隊 我覺得排隊是公平的 但是我覺得 預約呢 因為是不想排隊而預約的 就是不想跟別人逼這麼多人在那裡 就是安排 我覺得可能他第一天做是不多不少 有少少混亂是很正常的 總之回家就要用 所以每天都用 但是拿了這張紙都要做隔離的 那邊要14天 那是沒有辦法的 那你如果是不安全的話 上面也很危險的 那你每個人都有 就是我覺得都要做這件事的 如果不是太隨便上去 就是會更嚴重 現在20分鐘呢 等了20分鐘 那在裏面做檢測做了多少時間 很快的 很快 就應該5分鐘左右 有沒有預約呢 本身 有的現在已經在做 為什麼我會想做檢測的 因為我要回大陸 為什麼要回大陸 很多天 幾個月沒有回大陸 那邊做事的 但是呢 那邊 現在政府呢 我就希望盡量開通 那個口眼 我們可以過去做事的 如果這樣的話 我真的很痛苦的 因為我可以吃的 覺得240元這個價錢 覺得怎樣 當然貴啦 覺得貴 你看大陸現在都不用錢的 不用錢是最好的 這個啦 還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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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吃的 可以了 我可以吃的